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用的是鸡脯肉 煮出来更加的细嫩 鸡脯片成片 然后改刀成丝 切成大米大小的米 现在开始满味 加入料酒 酱油 豆粉 胡椒 转均匀以后 加入食用油 鸡肉更容易划散 我们锅制好以后 放入冷油 冷油是鸡脯很快的划散 划散以后 我们就把鸡脯捞起 待油温甚至五直流程热时 再加入鸡脯 把鸡脯放下去 炒香 必须多余的油 加上少许猪油 更香 更芭味 煸熟干香以后 加上姜 蒜 米 芽 菜 炒香以后 加入甜面椒 甜面椒的作用是 增加酱香 加入小米椒 小尖椒 味精 白糖 加白糖的作用是 蒸鲜和味 结合蛋炒 三分钟都不到就可以出锅 切锅加香油 这道菜比较辣 根据自己的口味 可以烧加小米辣 小尖椒 酱香酸辣 色彩分明 和鸡脯吃 简直是绝配 要一勺鸡米芽菜 在鸡脯里面 尝到你第一口 让你一辈子都难忘 你真是真是真是真 你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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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 你的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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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更相信